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语言 怎么拍到我的年那么大 今天呢 我只是要分享一下呢 因为有很多人吐槽我说 哎呀 你的影片拍到这样子 啊 什么内容 人人都可以拍了 OK 所以呢 我就要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要成为YouTuber啦 基本上要做什么东西啦 我们拍影片是怎样拍 我拍影片是怎样拍 不是我们 因为有些人拍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呢 我基本上拍片都是在我房间啦 然后我拍片的时候呢 灯要关 风扇要关 要关 风扇要关 要节省电源 然后呢 我拍照 拍摄影片呢 都是会在我的床 我睡的是上下坡 我跟我家人一起住 所以我都是睡上下坡 然后我的床在下坡 然后至于我怎样录音呢 其实我都是在我的床里面录音 看到吗 就是我的麦克风 我基本上都会躲在里面 躲在里面 然后录音 然后录音方面呢 不是说 我想要录音就能录音 我对声音 麦克风方面呢 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会时常看别的实况主直播的时候呢 会提醒他们关于录音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通常录音的话呢 我会做隔音 因为我家很多人 所以很多观众叫我直播呢 我都不太想直播因为真的太吵了 有些观众他们会不喜欢 然后我的房间外面就有一个冷气机的通风扇 所以会有时候很吵 所以我的解决方案呢就是 因为我们这些床啊 床啊 被单这些呢 他们可以吸收声音 那些杂音啊 呼吸的声音 它会被吸收掉 然后因为有时候我录音会时常讲错话嘛 所以我会提前先把我要录的东西呢 先写下来 所以我有时候是看着稿来念的 好像我这边有谁啊 里面要怎么打怎么打 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写在我的草稿里面 所以我会读着来念 有时候会念错一些字啊 然后就靠简洁咯 简洁来把我的字给填回去 最重要是你录音之前呢 你要知道你要录什么东西 然后你内容要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不太喜欢直播 因为直播大部分是跟观众聊天啊 所以如果你要讲重点的话 有些观众只喜欢听重点 现在手机很很发达啦 就科技很发达 你可以用手机做一切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很多东西呢 都有记录在我的手机里面 录音的麦克风上面要放一个套子 其实你可以去买那种专专 他们专门拿来放麦克风的套 可是那种呢 因为它很薄 它的那个树枝真的是太差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买了一块海绵 剪了一个洞 然后把它塞进去 鼻子不太好嘛 所以有时候呼吸 这样子会呼吸 会有喷音的问题 就因为我有时候太靠近那个麦克风 会喷音 所以我需要弄一个麦套呢 是比较厚一点的 所以有时候观众说 听不到我声音 是因为我那个麦比较厚一点 如果是录音的时候呢 我会拿我的背 比较厚的背呢 就是套在这个上下铺 然后每次录音的话呢 我会躲进里面 你们现在听到 有很多杂音嘛 就是我家人在说话 然后小鸟的叫声 现在我们进去里面 OK 现在我已经接了麦克风 接了麦克风 讲话会比较专注一点 其实现在外面有小鸟叫声 有炒菜的声音 可是我在里面的话呢 会比较难收到外面的声音 会比较安静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里面录 跟外面录的差别 可是有有点缺点 这样子录音的话呢 我讲话会比较辛苦 因为这边没有风扇 这边本身呼吸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每次录音的时候呢 我剪接方面就是 有时候要喘一下 喘一下呼一下吸 我鼻子也不好 然后在这种没有通风的地方呢 我会时常打喷嚏 或者是伤风 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 做了四年的YouTuber 所以我会一直想办法 哦我要怎样把我的影片 弄得画质比较漂亮 我从以前画质只有360 提升到现在HD 然后现在我本身房间是没有冷气的 所以我在里面录音呢 基本上录一个小时左右 我就全身的汗就已经出来了 环境比较好的话就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房间 然后有冷气设备也比较好 我本身收入没有很高 所以我又跟家人一起住 也没有自己的房间 因为我家之前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导致到我的家境现在不是很好 以前也没有说非常好 只是现在变得比较糟糕一点 再来后面呢 就是图片 影片剪接 然后声音方面呢 就要自己去搞 你的收入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请一个人 来帮你剪接你的影片 就这样子 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里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